色轿车左转过弯角度没抓好 碰的医生撞击旁边一整排机车 宛如打保龄虫般全部被撂倒 驾驶不但没有停车还继续往前冲 19号上午8点多 74岁成心贵妇开进口百花名车 行进新北新店社区发生车祸 直到撞到前方白色休旅车 她才停了下来 机车被撞倒跌落旁边公园 白色休旅车后保险感全毁 驾驶当时仍还在车上 爱车这个月初才刚新满 就被撞成这副模样 直乎实在很倒霉 警方调查肇事成心妇人持着正常 却把油门当刹车踩 导致车辆失控暴冲 总共撞击一辆休旅车 25辆机车 自己亲上送医 受害车主是一名多元计程车司机 这么一撞没办法跑车做生意 不排除提民事求偿 我看到她很惊慌 然后我以为她跟我一样是受害者 然后我跟她聊了一下天 就后面她讲了一句说 我就不小心把油门当刹车踩 然后我就回头看到她说 所以是你撞的 然后对是她撞 成心贵妇独自一人开城外出 警方对她酒册没有喝酒 研判操作不当才会酿货 富人自己也保重惊吓 但看看刷一整排25辆机车 倒得倒歪得歪 不只昂贵爱车受损 恐怕后续还要面临高额求偿 华日新闻李红杰陆雨昕 新北报道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